走吧,赶紧,必须告诉你啊,尤其在家里别不说漏嘴了啊 行行,你说啥就啥,啥都挺你的 自己注意点就行了 你放心,我会的 来,走啊 告诉你啊,千万要记着自己的身份 行,不好意思 行行,以后我就叫老板了 行了,又得眼泪一见啊 小嫂,这是我请的保姆 那以后就辛苦这位阿姨了 不辛苦 小嫂,你看,你这怀着孕,我照顾你不方便 所以就给你找了个保姆 但是你看她,让她住哪儿啊 住哪儿,咱们不是有空房间吗 收拾出来一间让她住 那房间里放的东西太多了 要不那个储物间让她住啊 储物间,储物间有很多东西呢 收拾起来也麻烦啊 让她自己收拾呗,你有意见吗 没有没有,行,挺好的 有的是一二店就行 傻猪,你看,我这也不方便 你去给阿姨收拾出来吧 行了,让她自己去收拾吧 你去收拾去吧 行,好啊 傻猪,我看你找这个阿姨还挺老实的 这是,我去那儿找人嘛 我看,就她还合适点 所以,我就把她找回来照顾你了 行,那你去帮阿姨收拾一下吧 好,我也去啊 去啊 好好好,去 小草儿,坐完睡得好吗 睡得挺好的阿姨 喝点水 谢谢阿姨 今天想吃啥呀 跟我说,阿姨给你坐 阿姨你看这儿坐吧 我不挑食的,什么都行 这回忆呢,只有营营 要不做点糖醋排骨 酸菜鱼 还有鱼香肉丝,你看行不? 那行,阿姨你看这儿坐吧 行,你坐这儿等着 晚上就来啊 行行,那辛苦你了阿姨 我辛苦 那这个阿姨应该挺奇怪了吧 慢点慢点 哎呀 爸,你吃饱了吗 吃饱了 这个阿姨做的饭还挺好吃的 是吧 爱吃的菜行 爱吃啊,明天我该跟你们做 哎,傻猪 我有个事想问你 你说这个阿姨才来没几天 这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菜 我看你今天吃了不少啊 哦 这个是 这个是回来的路上嘛 我跟他说的,我跟他说 我爱吃什么 还有你爱吃什么 可是 这几天他做的全是你爱吃的菜呀 哦 那他可能是先做点我喜欢吃的 讨好讨好我 那个 我跟他说 让他下次啊 就做你喜欢吃的 不要做我喜欢吃的 阿姨 啊 来啦 啊 啥事啊老板 我跟你说啊 你下次做饭 做我媳妇爱吃的 不要老是做我爱吃的 哦 行行行 我记住了 那你说你是干嘛的啊 我路上我都跟你说了 我媳妇爱吃啥 我爱吃啥 这紧着我爱吃的做 咋的啊 我媳妇她爱吃的你就不做呀 做做老板你放进 我明天啊 今天就开始给小草做 你也长点记性 去去去去 行行 你跟阿姨说话怎么这个态度啊 这有什么态度不态度的 那他是咱花钱顾的 让他干啥 这不是应该的吗 他在是我们花钱顾的 可是他毕竟年龄大了 我们要尊重他 对他态度要好一点 行行行啊 都听你的啊 现在你最大 嗯 啊啊啊 嘿嘿嘿 阿姨 阿姨 你先别收拾了 咱俩说说话 你在这先会儿 啊好好好 行 说啥 阿姨 你老家是哪的呀 我这上秋的 嗯 上秋的 啊不是不是 我是开封的 开封的 我以为你和傻住是老乡啊 啊不是不是 阿姨你家几口人啊 啊 老伴走到走就剩我一个人了 那你儿子呢 啊我没有儿子 我就干活了 好 别看了 啊 你赶紧走吧 为啥呀 我感到好好的 不是 这两天小草好像看出来什么了 这 昨天晚上问我这问我那问你家庭情况 我没跟你说啥呀 我啥都没说呀 他肯定已经看出来了 赶紧走 我收拾我收拾 你那东西能吃几个钱 我给你钱给你买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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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傻住和阿姨的照片吗 这个王傻住 王傻住啊 你妈呢 啊 我妈 我我妈 我妈在国外 你妈在国外呢 你到现在都不跟我说实话 什 什么实话 媳妇你说什么呢 你看 这是什么 到现在了 还不说 小草 我跟你说实话吧 她 她是我妈 她是你妈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小草 你也知道啊 这 当初咱俩谈恋爱的时候 你家条件好 我家条件差 我又是农村的 所以我就跟你说 我妈出国了 这样的话 我想让你家的人 你能高看我一眼吗 农村的怎么了 啊 你妈 还心如虎把你养大 她是缺你吃了 还是缺你穿了 你都不知道吗 傻住 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 你竟然能干出这种事 把自己的亲妈当做保姆 小草 我怕 告诉你 我有个农村的妈 你会看不起我 但是你放心啊 我已经把她送到车站了 她 她以后不会再来了啊 傻住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 我气的是什么 我气的是 你妈 还心如虎把你养大 在儿子和儿媳面前 不能相认 你保读诗书 却不懂得孝道 我气的是 明明可以和我婆婆相认的 而你 却以这种方式让我们相见 你让我情福以堪 你让咱妈的心有多寒啊 小草 你说的对 我真不是个人 真不是个东西 你现在知道错了 有什么用啊 妈已经走了 啊 对了小草 我给妈买的车票 时间是两个小时以后的 现在还来得及 我去把妈接回来啊 站住啊 我和你一起去啊 好 我和你一起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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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班人说 是 可爱